食物及衛生局局长认可科兴疫苗作紧急使用 即日生效 政府说食物及衛生局局长在参考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议见 并考虑到疫情对公众健康救成威胁 认为有关认可属必要 并且符合公众利益 已经行使权力批准在香港紧急使用 消息说科兴第一批100万剂疫苗将会在明天下午运到本港 预料特首林郑月娥带领司局长下个星期接种科兴疫苗 而政府就说接收并完成疫苗质检程序之后 会尽快启动全港接种计划 也会积极跟进其余已经采购疫苗 紧急批核和供应时间表